大家好,我是高等仔 今天就要講一下姜濤的新戲 媽媽有了第二句 究竟是什麼事呢? 我們要講一下 這件事應該是跟Jay鬥一鬥 究竟是什麼事呢? 我們看看究竟是什麼事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到我的主頻道 點擊留言讚好 以及在我的後面頻道 GoldenBossLive 每一段影片點擊留言讚好 這件事就是這樣說的 姜濤那一套新戲 現在進入了日本影展 希望可以競逐一些獎項 而他呢 這套戲的影展版 海報終於就出爐了 那姜濤和Jay鬥型鬥錯 究竟是什麼呢? 這件事就是這樣說的 五毛姐 無信君 姜濤 劉應平 主演的彭秀慧 撿到電影的媽媽有了第二個 因為入圍了十七屆 大阪亞洲電影項目 彭秀慧 在他的IG上貼了這套戲的海報 海報中呢 又有姜濤和Jay鬥型地坐在石頭上 這個石頭呢 是不是應該是赤柱那個呢? 厲害 那麼 兩個人坐在石頭上 兩個人坐在石頭上 那姜濤就跳腳 一隻腳跳腳 那Jay呢 兩隻腳都放在石頭上 然後呢 就抱著膝頭 那呢 彭秀慧就說了 這套戲呢 第一張海報 就剪出了 他自己都很想要 不少網民都讚海報拍得好 希望祝賀這個電影成功 我都幾喜歡這幅海報 我覺得幾型 兩個人呢 坐在石頭上 好正 那原來呢 講這套戲呢 就是姜濤這套新戲呢 就殺到美國 那芝加哥亞洲影傳 就四月就會播了 那首場呢 就十九分鐘就 壞了 一推出十九分鐘 就壞了 厲害 那原來呢 為什麼去到美國呢 就說呢 姜濤、Jay和無信君主演這套片呢 除了 就入了十七屆大阪 亞洲娛樂競賽之外 還會去到美國呢 參加 芝加哥的亞洲約動電影節 香港電影巡禮的選影作品 會在四月二號放第一場 在芝加哥 不是在香港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 飛去芝加哥旁邊都可以 但問題上呢 已經賣光了 十九分鐘 日前呢 姜濤在她的IG 亦都示意 會飛去美國 不知道是否跟芝加哥 常說 當然啦 他當然是去美國 為了芝加哥影展 因為芝加哥影展 的認受性更加大 那他去美國那裡 撐牆和坐穩做宣傳 這也是ViuTV的策略 很肯定的 而這個電影海報呢 真的拍得很英俊 我也覺得如果有機會 都可以拿出來 如果這套戲在香港播放的時候 可以每個入場 派一張這些海報 一定是很受歡迎的 那說真的 一張海報又不是很貴 大量印 那你只要肯入場 就每一張海報 就完成了 當時 而這個 姜濤 除了日本影展之外 今次我就是想說一下 這個去美國的 芝加哥亞洲 約動電影節 那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 認受性很高的電影節 那為什麼姜濤這套戲 會入圍呢 除了他自己本身是 第一套戲 姜濤第一套戲之外 有很多網民就分析 就說呢 始終 姜濤 都是 ViuTV的一角 今次 因為疫情關係 很多戲院都要不停 要不停 要不停 所以 其實 ViuTV 都希望 先做這個準備 他希望在4月 那時候 到疫情結束之後 就可以上戲院做 但我之前 高登仔都跟大家分析過 其實 就算在戲院做 那些人 可不可以一時三刻 夠膽去戲院看 六加大四 還是 他播放在ViuTV 那裏 等一次過免費放映 給大家多些人看 鼓起的人氣呢 因為 我覺得 ViuTV 不差再找這套戲 去賺不賺錢 最重要是 贏後悲 或者我們可以 搞個比賽 對吧 我們只要看一套戲 然後我們同步 就在ViuTV下廣告 找一些廣告商 同步幾個點 幾個月幾個日 都做 同步下廣告 只要我們在戲院 找到一些 提示 在玩一個遊戲 然後答問題 這樣 這樣便是鼓鼓人氣 分之間 有些廣告商 好像有些超級滿 美國超級滿 中途播一些廣告 很貴的 那些廣告 幾千萬 一播幾分鐘 如果 這次ViuTV 為什麼又推出日本 又推出美國的電影展 就是說 如果在這套戲 拿到一些獎 的話 可能回來 如果 兩手準備了 在戲院有得播 就在戲院播 但是如果在戲院 播不到 如果ViuTV 我簡直 ViuTV自己播 特定一段時間 免費給全香港人看 而當中 亦都搞大 參加一些比賽 什麼什麼 然後找一些廣告商 下廣告 這套戲 在中途 每十五分鐘 就賣一次廣告 我當這套戲 過半小時 我不知道 看看有沒有寫 這套戲 有沒有寫多久 暫時未找到 六個廣告 六個廣告 每個廣告 我都收回到一千幾百萬 這套戲是有得為的 接著 加上前後的一些 分享會 在ViuTV播放 分享會 有賣廣告 我相信 收回來的廣告費 是不會差得過 在戲院上 不會差得過 在戲院上 對吧 又可以 又可以 如果讓我想 的話 如果讓我是ViuTV的PRO 我想 我選一段時段 專門打無線的 一些重球的時段 例如無線 將來會出一些節目 那我就選擇那些日子 然後去打去 對吧 這個都很棒的一個方法 很多網友對於這個消息 都很開心 美國都上映 為香港爭光 為香港電影業爭光 等等 希望 姜濤 在這次第一幕電影 打響了一個名堂 希望陸續有來 令到他的人氣 跟著要不斷地上升 好 那暫時 今天講到這麼多 那我就少少分析了 那就是 希望 阿Jer和姜濤 就不要鬥刑了 對吧 慢慢 等大家 在這部電影 第一部電影 那裡贏了出來 才算 好 那今天 暫時的分析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可以去我的主頻道 和後備頻道 點點留言讚好 還有 多多支持我的廣播 好 多謝 大家好 我是高端仔 那今天呢 就要講一下 姜濤的新戲 是不是呀 阿媽有了第二句 究竟是什麼事 咦 那我們要講一下 那 這件事 就講 他應該是 跟這個 阿Jer 就鬥 鬥一鬥 到底是什麼事 呢 我們看看到底是什麼事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去我的主頻道 點擊留言讚好 還有 還有去我的後備頻道 GOLDENBOSS LIVE 每一段影片 點擊留言讚好 那 這件事就是這樣說的 阿姜濤那一套新戲 現在進入了日本影展 希望可以競逐一些獎項 而他呢 這套戲的影展版海報 終於出爐了 那姜濤和阿J 和阿J 鬥刑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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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什麼呢 這段影片是這麼說的 五毛姐 無信軍 姜濤 劉應平 就是阿J 主演的彭秀衛 在電影的媽媽 有了第二個 因為入圍了十七屆 大阪亞洲電影項目 那 阿彭秀衛 在他的IG 那裡貼了 這套戲的海報 海報中 又有姜濤和阿J 有型地坐在石頭上 這個石頭 是不是應該是赤柱那個 那裡 我 很厲害 那 那 兩個人坐在石頭上 兩個人坐在石頭上 姜濤 一隻腳 一隻腳 然後阿J 兩隻腳 放在石頭上 抱著膝蓋 彭秀衛就說 這套戲 第一張海報 就剪出了 他自己也很想要 不少網民都讚海報拍得好 希望祝賀這個電影成功 我也蠻喜歡這張海報 我覺得蠻帥的 兩個人坐在石頭上 很棒 原來 這套戲 姜濤這套 新戲 殺到美國 芝加哥亞洲影傳 4月就播了 首場 十九分鐘 就 壞了 一推出十九分鐘 壞了 厲害 那 原來 為什麼去到美國呢 就說 姜濤 阿J 和無信君主演 這套片 除了 入了十七屆 大阪 亞洲娛樂 競賽之外 還會去到美國 參加 芝加哥的 亞洲約動電影節 香港電影巡禮的 選影作品 會在4月2日 放第一場 在芝加哥 不是在香港 如果有機會 飛去芝加哥旁邊 都可以 但問題上 已經賣光了 十九分鐘 日前 姜濤在她的IG 亦都示意 會飛去美國 不知道是否和芝加哥 上游 當然 他當然是 在美國 為了芝加哥拍展 因為芝加哥拍展 的認受性更加大 他去美國 餐場 和坐穩做宣傳 這也是ViuTV的策略 很肯定 而這個 電影海報 真的 拍得很帥 如果有機會 都可以拿回一張 如果 這套在香港播放的時候 可以每個入場 派一張 海報 一定是很受歡迎的 說真的 這張海報 又不是很貴 大量印 只要肯入場 就每一張海報 就完成了 當時 而姜濤 除了日本影展 此外 這次我就是想說一下 去美國的芝加哥亞洲 約動電影節 其實是一個 認受性很高的電影節 為何姜濤這套戲 會入圍呢 除了他本身是 第一套戲 姜濤第一套戲之外 有很多網民分析 就說 始終 姜濤 也是 ViuTV的一角 今次 因為疫情關係 很多戲院都 要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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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實 ViuTV 都希望 先做準備 他希望在4月 那時候 到疫情結束後 就可以 上戲院做 但我之前 高登仔 都跟大家分析過 其實 就算在戲院做 那些人 可不可以一時三刻 夠膽去戲院看 又加大勢 還是他播在 ViuTV 等一次過免費放影 給大家多些人看 鼓起人氣呢 因為 我覺得 ViuTV 不再找這套戲 賺不賺錢 最重要是贏偶碑 或者我們可以 搞個比賽 對吧 我們只要 你看那套戲 然後我們同步 就在ViuTV 下廣告 找一些廣告商 同步幾個點 幾個月幾個日 都做 同步下廣告 只要我們在戲院 找到一些 提示 在這裡玩一個遊戲 然後答問題 這樣 那便是鼓高人氣 分一分鐘 你 有些廣告商 好像有些超級滿 那些 美國的超級滿 中途播一些廣告 很貴的 那些廣告 幾千萬 一播幾分鐘 如果 ViuTV 這次 為何又鼓日本 又鼓美國的電影展 如果在這套戲 拿到一些獎 可能回來 如果 兩手準備 在戲院有得播的 在戲院播 但是如果在戲院播不到 如果我是ViuTV 我就直接 在ViuTV自己播 特定一段時間 免費給全香港人 而當中 亦都搞大它 參加一些比賽 什麼什麼 然後 找一些廣告商 下廣告 這套戲 在中途每15分鐘 就賣一次廣告 我當這套戲 過半小時 我不知道 看看有沒有寫 這套戲 有沒有寫多久 暫時未找到 我當它過半小時 當它過半小時 都可以賣6個廣告 那6個廣告 每個廣告 我都收回到一千幾百萬 那這條數是有得為的 然後再加上前後的一些分享會 在ViuTV播放分享會 有賣廣告 我相信收回來的廣告費 我會不會比電視廣告還差 不會比電視廣告更差 不會比電視廣告更差 如果讓我想想的話 如果讓我看見 ViuTV的PR 我會想 我選一段時間 就是專門打無線的 一些重球的時間 例如無線 將來會出一些節目 我會選擇一些日子 然後去打它 這個也是很棒的方法 很多網友對於這個消息很開心 美國也想拍攝 為香港爭光 為香港電影業爭光等等 希望姜濤在這次第一部電影 打響了一個名堂 希望陸續有來 來到它的人氣 接著要不斷上升 好 暫時今天說到這裏 我就有一點分析 希望阿Jer和姜濤 不要鬥刑 慢慢等大家在這部電影 第一部電影 贏了出來才算 好 今天暫時分析到這裏 希望大家去我的主頻道 和後備頻道 點擊留言讚好 多多支持我的廣播 多謝 大家好 我是高端仔 今天就要說一下 姜濤的新戲 對嗎 阿媽有了第二部電影 究竟是什麼事呢 我們要說一下 這件事應該是 所以我們和阿Jer 和阿Jer 鬥一鬥 究竟是什麼事呢 我們看看究竟是什麼事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去我的主頻道 點擊留言讚好 這件事應該是這樣說的 阿姜濤的新戲 現在進入了日本影展 希望可以競逐一些獎項 而他呢 這套戲的影展版海報 終於出爐了 而姜濤和阿Jer 姜濤和阿Jer 鬥型鬥錯 究竟是什麼呢 這件事應該是這樣說的 那五毛姐 無信君 姜濤 劉應平 就是阿Jer 主演的彭秀慧 撿到電影的阿媽 有了第二部 入圍了十七屆 大阪亞洲電影項目 彭秀慧在他的IG上貼了 這套戲的海報 海報中 又有姜濤和阿Jer 有型地坐在石頭上 這個石頭是否應該是 赤柱那個呢 不太好 那麼 兩個人坐在博鎖 兩個人坐在石頭上 姜濤一隻腳 就掉掉拼 那麼阿Jer 就兩隻腳 就放在石頭上 就抱著膝頭 那麼 彭秀慧就說了 這套戲 第一張海報 就剪出了 他自己也很想要 那麼 不少網民都讚海報拍得好 希望祝賀這個電影成功 我也挺喜歡這張海報 我覺得挺帥 兩個人坐在石頭上 很棒 那麼 原來這套戲 就是姜濤這套 新戲 就殺到美國 那麼 芝加哥亞洲影傳 4月就播了 那麼 首場就 19分鐘 就 壞了 一推出19分鐘 壞了 厲害 那麼 原來 為什麼去到美國呢 那麼 就說 姜濤阿Jer 和《無信君》主演這套片 除了 就入了17屆大阪亞洲娛樂競賽之外 還會去到美國 參加 芝加哥的亞洲約動電影節 香港電影巡禮的選影作品 會在4月2日放第一場 在芝加哥 不是在香港 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 飛到芝加哥旁邊都可以 但是 問題上 已經賣光了 OK 19分鐘 那麼 日前 姜濤在他的IG 亦都示意 會飛到美國 不知道是否和芝加哥上有個 當然 他當然是去美國 為了芝加哥影展 因為芝加哥影展的認受性更加大 而在美國撐場和坐穩做宣傳 這也是ViuTV的策略 很肯定 而這個電影海報 真的拍得很帥 我也覺得如果有機會 都可以拿回追 如果這套電影在香港播放的時候 可以每個入場派一張海報 一定是很受歡迎的 說真的 一張海報又不太貴 大量印 只要肯入場 就每人一張海報 就成功了 當時 而姜濤除了日本影展之外 今次我就是想說一下 去美國的芝加哥亞洲約動電影節 其實是一個認受性很高的電影節 為什麼姜濤這套電影 會入圍呢 除了他自己本身是第一套電影 還有姜濤第一套電影之外 有很多網民就分析 就說 始終姜濤 都是ViuTV的一角 今次 因為疫情關係 很多戲院都要不停擺 要不停擺 要不停擺 其實 ViuTV都希望 先做這個準備 他希望在4月那時候 到疫情結束之後 就可以上戲院做 但我之前的高登仔 都跟大家分析過 其實 就算在戲院做 那些人 究竟可不可以一時三刻 夠膽去戲院看 一家大四 還是它播放在ViuTV那裡 等一次過免費放映 給大家多些人看 鼓起人氣呢 因為我覺得 ViuTV不差再找這套戲 去賺不賺錢 最重要是贏偶碑 或者我們可以搞一個比賽 再用 我們只要看一套戲 然後我們同步 就在ViuTV那裡 下廣告 找一些廣告箱 同步幾個點 幾個月幾個日子 在那裡做 同步下廣告 只要我們在戲院裡 找到一些 提示 在那裡玩一個遊戲 然後答問題 這樣 這樣便是鼓鼓人氣 分分鐘 你 有些廣告箱 好像有些超級滿 美國的超級滿 中途播一些廣告 很貴的 那些廣告 幾千萬 一播幾分鐘 那如果 這次ViuTV 為什麼又推出日本 又推出美國的電影展 即是說 如果在這套戲 拿到一些獎 可能回來 如果 兩手準備 在戲院有得播的 就在戲院播 但如果是ViuTV 如果是ViuTV 我就直接 ViuTV自己播 特定一段時間 免費給全香港人 看 而當中 亦都搞大 參加一些比賽 什麼什麼 然後找一些廣告箱 下廣告 這套戲 在中途每15分鐘 就賣一次廣告 我當這套戲 那半小時 我不知道 看看有沒有寫 這套戲 有沒有寫多久 暫時還未找到 我當它過半小時 都可以賣6個廣告 那6個廣告 每個廣告 我都收回到一千幾百萬 那條數是有得為的 然後就加上 之後的一些 前後的一些 分享會 在ViuTV播分享會 有賣廣告 我相信 收回來的廣告費 不會差得過 在戲院上 對吧 又可以 又可以 如果讓我想想的話 如果讓我是ViuTV的PR 我想 我選一段時段 專門打無線的 一些重球的時段 例如無線 將來會出一些節目 那我就選擇那些日子 然後去打它 對吧 這是一個很電的方法 很多網友 都對於這個消息 很開心 美國也上映 為香港爭光 為香港電影業爭光 等等 希望姜濤 在這次第一部電影 就打響了一個名堂 希望陸續有來 來到它的人氣 然後要不斷上升 好 暫時今天講到這麼多 我就少少分析 希望阿Jer和姜濤 就不要鬥型了 對吧 慢慢等大家在這部電影 第一部電影 在這部電影 才算 好 那今天 暫時的分析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 去我的主頻道 和後備頻道 點擊留言讚好 以及多多支持我的廣播 好 多謝